跨年已经落下帷幕了 但是关于这几场晚会的热度并未消减 各家都开始了相关数据的比较 虽说这样的事情很无聊 但是明晃晃的数据足以让一些黑子闭嘴 特别是对于处在上升期的明星来说 他们的每一场舞台乃至每发一首新歌 都会引来无数人的关注 粉丝会安安静静的欣赏偶像的表演 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总会想着如何寻找本不存在的话题 引发大家的热议 近年来大热的周深 毫无意外的就成为了各大热心常关注的对象 他们总是会为周深寻找一些话题 企图增加周深的热度 那么各大晚会就成为了他们挑刺的对象 殊不知这些操作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们这样做只会让周深更加火 国民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各大晚会的收视率 不出意外又是湖南卫视和江苏卫视的battle 这两家卫视的晚会一直都是观众追捧的对象 请来的明星也是经常活跃在迎评 并且深受大家喜爱的 但是这里面必然有一些收视王者 就比如李雨春 张亮颖 张杰和周深等 不必觉得惊讶 周深就是收视王者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周深和虚拟邓丽君合唱一路破二 赢得收视最高峰 收视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这四场晚会周深演唱的作品 一直在各大平台一直都受人追捧 播放量居高不下 不管是唱自己的作品 还是翻唱其他人的作品 都是深受各大观众喜欢的 尤其是在b站的 可他爱者这个世界和just like fair 更是让人热血沸腾 不少观众纷纷直呼 周深的歌声使我四分五裂了 太惊艳了 这些惊艳的数据确实令人觉得比较吃惊 对于一个在娱乐圈没有后台的歌手 能获得这样的数据 对于某些人来说 确实令人难以接受的 但是要知道周深的实力足够匹配 他所获得的掌声与鲜花 要知道周深如今的影响力 并不局限于舞台表演 连他参加一期综艺 瞬间就可以引起争议 作为国内首档原创动漫形象舞台经验节目 其实说简单点 就是虚拟人物之间的竞争 虽然题材看似非常的新颖 但说到底 这档节目的网络话题量并不高 但是有周深参与的那一期 这一次不仅收视率有很大的提升 也算是一档黑马综艺 甚至超越了我们的歌三和青春环游记三 这也是节目开播至今首次夺冠 这些数据无不再说明 这个时代不能缺少周深 观众选择了周深 周深也用自己的实力 证明了观众的选择是正确的 路上虽然有繁华相送 但必然会有一些不和谐的花朵溢出 这个时候不必在意那些声音 要知道越是有争议 越是能证明周深现在的国民度 感谢观众选择 感谢观众选择 感谢观众选择